第一階段會在1月8日開始實施 一共涵蓋是七個口岸 這些口岸將會恢復到疫情前的正常通關時間 除了機場繼續維持24小時服務之外 港澳客運碼頭、中港客運碼頭、 港珠澳大橋也會恢復到24小時的服務 其他口岸的開班時間如下 深圳灣會上午六點半到凌晨、凌時 敏感度是上午七點到下午的十點 福田即是我們叫洛馬州的支線 是上午六點半到下午的十點半 所有旅檢的服務 包括私家車的通關服務 如果有的話 即是口岸有的話 都是會恢復的 為了更加快捷暢順地過關 我希望作出一些溫馨的提示 對所有的旅客 無論是北上或南下 必須在出發當日 去到這個口岸之前 確保符合通關的要求 包括防疫衛生的要求 和出境遇虐的要求 並且到達口岸的時間 就要出示相關的證明 已被我們的同事查閱 為了加快通關的時間 就北上的旅客而言 他們需要出示以下的證明文件 才能夠進入我們口岸範圍 是辦理出境手續 這個包括第一 是出行前的48小時進行的核酸檢測 陰性結果的證明 以及如果屬於需要預約類別的人 必須出示成功預約登記 這個可以是指本 可以是一些截圖 又或者是一些電話的短訊 都是會接受的 第一階段實施初期 我們預料各個口岸的人流 是會有所增加 而旅客也未必熟習 我們現在的通關安排 以及出境時 由於我們要看一些文件 所以可能令到口岸的人流 會比較緊張 所以我們呼籲各位旅客 在口岸要內心等候 聽候我們工作人員的指示 以及我們也強烈建議各位旅客 去到口岸之前 真的要確保 你準備好你們所需要的文件 visible